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天終於可以拍一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個節目 就是來到美國結婚之後 我有什麼文件要填寫 然後轉換錄卡的身份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的話 你就一定要繼續看下去 首先我要戴上頭盔 我不是律師 我只不過是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跟大家分享 因為大家都知道去年大概9月底 我終於收到錄卡轉換身份 以及可以工作 也有SSN號碼 即是有SSN可以開戶口 以及扶他考車 所以今集的以下內容 都是我的個人感受 以及我和我老公申請的過程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的話 你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都盡我所認識的解答大家 如果大家仍然有點疑惑的話 我都鼓勵你們去找回自己相關的 當地的律師 這樣便會方便得多了 事不宜遲 我正式開始了 話說要填寫這些資料 的確是令我好爛爆頭的 因為我記得這些資料 在2020年填寫的時候 入到美國 雖然說90日內結婚 結婚完之後 還有一大堆文件要填 那要填些什麼呢 大家真的要寫下 如果不是的話 留下了一些文件 申請的程序 可能有機會都會拖慢 又或者會延遲 大家留意 那我首先就說 因為我本身 就有申請我自己當地的律師 我老公就在China Town 自己找 我不知道是不是China Town 我猜就是 可能是找一個韓國的律師 我猜是韓國律師 因為他的名字有點像 他講英文的 大部分都是 首先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 由我申請去到美國 到美國結婚 甚至乎承搬身份 都是這個律師幫我辦的 我們都會有一些委託費用 都要交給他 價錢我就不在那裡說了 但是因為我要找這個律師幫我們填寫 其實就是方便得多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資料 我就不用說填得很頭痕 那我都稍後會說 即是跟大家說 請不請律師 好呢 很多人都有問我 究竟律師 究竟是否應該請 那我稍後都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樣 那我首先要跟大家說一下 那我要填一份資料 因為我要委託律師 我要填一份 叫做G28的同意書 那就委託這個律師 去代表自己 和我老公 那可能有機會要跟過一些個人資料 電話 地址 或者甚至一些個人的資料 那我都要去同意這個律師幫我更改 那所以如果你是沒有請律師的話 這一份資料 G28 有機會你是不需要填的 但如果你請律師的話 你老公或者我 即是你自己申請人 就要填寫 還有要簽個歸 那你記住 每份資料填寫之前 都要看清楚 不要亂按去簽名 那第二樣的文件 就是你要填一個叫做 I131 那你結婚之後 其實你都要 這兩年內 其實你一日未拿到綠卡身份 你都不可以去旅遊 那我們就正式叫做移民監 那這個移民監 其實要坐多久呢 好視乎今年的疫情是多麼嚴峻 那我都跟大家都說過 因為我是最嚴峻的時候 來到美國 那所以我的所有的申請文件 是完全極度拖慢了 那再加上 因為是特朗普 注文拜登這個身份的過程當中 都會有影響的 因為總統的政治的取態 都會影響到 那個申請人呢 申請的情況呢 究竟是快點 還是慢點 那我就剛好在過渡期 那所以呢 變了又不快又不慢 那變了就一直在那裡等 那而 而I131 是一個什麼 就是application 的一個travel document 那這個用來做什麼的呢 就是說 當你有了綠卡身份之後 你如果不申請這個 其實都可以的 那但是 可不可以回香港 或者回回自己的地方 例如回回新加坡 台灣 或者韓國等地呢 就不可以的 那我發現我自己說得不夠好 我現在呢 再用錄音和大家說一次 那這個I131表格呢 其實在中文的意思來說呢 就是申請再入境美國許可證 那為什麼會有這張證呢 因為美國政府發現呢 很多人拿了綠卡之後呢 他們呢 是打算離開美國呢 都會超過一年 無論是什麼原因 那所以呢 他就有一個的建議 那如果你是擁有永久 或有條件永久居民 就是好像我們 是有條件永久居民的話呢 再意逃入回來美國的話呢 他建議我們先去申請I131的表格 那所以呢 當我們拿了成功申請 拿了這個表格之後呢 不需要再額外回到自己 美國駐香港的領事館呢 去獲回這個居民簽證的 那但是要留意一點呢 就是說美國政府呢 即使說你申請了這個I131表格呢 都不確保你呢 一年之後再入回來美國呢 是可以順利入境的 那但是他有什麼作用呢 他的作用就是說 確保你呢 進來美國的時候 你再展示你 如果你有I131表格呢 是意圖呢 即那個intention呢 是不會說有一些什麼質疑 或者解釋的 因為你已經申請了 這樣而已 那所以呢 我就和大家說回 那詳細的資料呢 你可以上這個網站去看一下 那他都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那裡 再告訴大家 那第二份方法要填寫什麼呢 就是你要工作 那你結了婚 你期望當然是不在這裏白色白色 那你期望在這裏有工作 有工作 有工作 那你一定要填寫叫做I765這份 form 那這個叫做Application for Employment Authority Authorization 那我因為請了律師 很多資料呢 他就已經幫我填了 那我呢 那我做些什麼呢 就是填寫part 3 是超級無敵 簡單 只是簽個名 畫個龜就可以了 那因為你請了律師 當然他有權要幫你做這些事情 那所以呢 都是一樣 如果你請了律師 他就會幫你填好所有資料 剩下那些呢 你只需要填一個名 就OK 那第三個文件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I944 這個叫做Self Sufficiency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那就是填什麼呢 其實很多內容他都幫我填寫了 律師 但我要填什麼呢 就是當中我要填我的學歷 我自己學的語言 我懂什麼語言 那我也很奇怪 為什麼要填呢 因為這個要證明你能夠在美國自給自足 那這不是除了老公也要填的 就是我自己都要填 就是兩個人都要填 但是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資料 我們的律師已經有齊了 所以很多東西他都幫我們打進去 用電子文件打 但是有些例如 我沒有交過任何東西 例如說我的學歷 讀到是不是Master Degree Doctor 讀哪一間High School 那裡面的填寫 你都要自己填寫 例如我考過什麼牌 例如我是做護士的 就寫回做護士牌 是醫生的就寫回醫生牌 律師 或者是專業其他人員 你要考過什麼牌 你都要自己全部寫回 懂什麼語言 你的語言有沒有一些 Qualification 有沒有Certificate 在裡面有沒有顯示 你都要寫回 這樣就可以證明你能夠自給自足的一個證明 好了 自2021年3月9日開始 美國政府又再改這條法例 就是凡申請人填寫I-944表格 或者是I-485表格 就不再需要提交 或者提交這個自足聲明 以及任何證據 至於為什麼呢 可能麻煩大家自己要上網站去看一下 另一份證據就是I-693 這份證據是不需要填的 是一個醫生填的 我之前也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看過我有一集 是分享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去這個卓健中心去體檢 這個體檢 其實之前也跟大家說 那封信是千萬不要拆 它會幫你有些大部分的打針的資料 或者你有些過往的紀錄 例如你之前 在小時候有沒有打過卡戒苗 有沒有一些接種白日咳的針 它全部都在裡面 都要有醫生證明 而那份證據 其實卓健一早幫你傳回來美國 警示館 那份證據已經有齊齊的資料 不過它還有另一封信 如果你記得的話 那封信你也要好好保持住 帶到美國 到時候那份證據 你也要再給律師 可能是檢查給它 什麼都好 那你就要去交給領事館 證明你過往有打了什麼 就跟大家說 你打少了一支針 其實可不可以後補呢? 以我所知 你是不打這些針 是進不了境的 那你說可不可以後補有一個強心針 是可以的 你到美國就可以打的 只需要醫生證明你的抵抗力 是不夠強的話 他可能要求你再打多一次 那所以這個方法是很重要的 對 好了大家留意了 在2021年的12月9日開始 那美國的移民局 暫時就說 如果你在申請之前 60天之內 你是不超過這個申請的話 你就可以豁免疫苗接種紀錄 以及這個體檢 第五個方法 就是I129F 這個I129F 其實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K1 Visa Application Approval 那這個什麼Approval 就是之前去美國領事館 香港領事館 是有一個獲准 一個K1 Visa 批了給你的 那這份Form 你都要刷給美國領事館 因為呢 美國還美國的領事館 美國香港 駐香港的領事館 又還駐香港領事館 所以呢 你就算拿了那份Form 你都要保持住 你都要刷給美國領事館 證明你是持有這個K1 Visa的 那我就大致上 說齊了我要做的Form 要填那些東西 聽上去其實都幾複雜的 那不單止我那部分 還有說我老公那部分 那我老公那部分 啊 還有一份Form 還沒說的 就是I-405 這個I-405 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這個都影響了 你之後面試的情況 如果你這裡 隨便有一條答錯了的話 那你就很窩可了 所以千萬 這份文件 我都填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至三個小時 因為每一個字 你都要去查字典 看清楚它問題 問什麼 當中 之前我都有一集拍過 就是它面試的問題 當中裡面全部都 有牽涉到問的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那你可以看回上一集 那如果你說我不懂 其實很簡單 這個世界科技很發達 但是Google一下 Scan進去 它就會幫你傳動Translate 那你就可以去看回 這個字是為什麼 那這一份Form 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Adjust你的Status 那就是你由這個未婚妻 要轉換六卡的身份 所以這份Form 記得要填得很仔細 不要填錯 我記得有一次我填錯了少少少資料 就是美國的 入美國的 下飛機那一刻的情況 變成了 到面試那一天 那個移民官都有問過我 他說 你來美國的時間 是不是這個號 這一天 我問 不好意思 不是這一天 正式來講 我填錯了 他都很欣賞自己有寫錯 他會即時幫你更改 那當然 你不要全部是不是都答錯 別人會質疑你 究竟你是不是自己填寫 亂來填寫 所以你真的 真的看清楚來填這樣 好了 那我現在講我老公的部分 好了 是不是很長呢 但是你一定要看下去 如果你是自己想自己申請的時候 那你老公那部分呢 就要填寫什麼呢 就是i864 那之前應該是在香港有填過的 就是一個贊助 因為呢 你老公是一個公民的身份 那他申請你過來 自然呢 應該是他申請你過來 就要他贊助你過來 證明他有經濟能力 去覆蓋你在美國生活 那你說 Samantha 我不是寫老公 可不可以寫其他親屬 其實是可以的 只要有足夠的證明 他在美國有工作 他可以壓迫到你就可以了 那這一份方法 叫做I864 和I864E2Z 那這兩份方法呢 就是填寫 它是有能力支持你 那你還要額外呢 要交一些稅單 就是你未婚夫呢 要交一些稅單 或者一些 涼單之類的東西 那你就要自己去搜尋 那如果他說 我不是在美國工作的 他在香港總部 那可不可以交呢 都可以的 因為你始終你老公在美國公民身份 他回香港賺錢 那也是一個證明 他是有經濟能力去支持你 去繼續在這裏生活 好了 那我講完一大堆東西之後 就會講一講 例如說 要交護照片 那我都建議大家 來到美國 其實你都要交護照片 那如果你未入境之前 那我都建議你在香港拍 因為美國拍 例如CVS Rate A Rite A 或者是 Costco拍 他們都是公價的 14美元 我講廢城 我不知道其他州份 只有兩張這麼大 兩張 其實真的很昂貴 而且質素是否很美 我就覺得一般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就最好拍定自己美國的近照 臨飛之前 美國的護照片 你的照片 即是申請人 要有六張 那這六張 因為你遲下有公卡 SSN 不 SSN 即是公卡 有公卡 Passport 照片 錄卡 的照片 遲下有 有一個 Driven License 有照片 還有其他東西 全部都是要你的照片 去電子 進去 所以你要預備得多些 你的未婚夫 或者你的老公 是需要四張的 那你就要自己預備一下 另外還有什麼要預備 就是你的 你自己申請人的Passport 你都要掃進去 你的電腦 送給移民館 送給領事館 還有一個叫做I-94 之前都有一集 跟大家說 就是Arrival Record 那個是要上網自己填的 千萬不要漏了 你說我出境的時候 沒有一個Arrival Record 不好意思 這個是在網上填的 不是自己的機場給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自己 入了機之後 一定要申請這件事 還有一個Travel History Travel History 是怎麼證明呢 就是你印你的Passport 裡面 過往的五年 你去過哪裏旅行 例如我去過新西蘭 埃及 中東 越南 土耳其 或者台灣 韓國 這些旅行的紀錄 它有扔印的 全部都要掃進去 給領事館去看 另外就是你的出生子 出生子是兩邊都要的 就是你老公和你自己都要出生子 記得我之前有說過 就是要有中英文回來的 不要只差中文 因為我個人是不會看中文的 還有一個叫做 Non-criminal record 這個很tricky 就是你香港的non-criminal record 有網友曾經問我 他自動發送給美國 不是好像我們這樣說要打手指毛 好像可以申請澳洲時有多份這些手指毛印 怎麼辦 就不需要那麼緊緊張 因為到時如果你真的沒有的話 美國其實都會再安排你一次去打手指毛 因為這個手指毛只限制你一年內要申請 其實怎樣都會過 所以你打定輸數都是來美國打多一次手指毛 明白嗎 所以這件事也不用那麼緊張 到時會發封信給你說 你要去打手指毛 我記得有一集有說過 你如果要有興趣的話 就自己按進去看 另外就是你自己的美國地址 不是你老公 是你自己 因為來到美國 他證明你和你老公一起住 所以你沒有得到身份 或者什麼 因為你結婚了 你老公可以 例如申請Costco卡 一些會員 或者其他東西 可以寫你的名字 你寫你的名字 那個地址也要有你全名 例如我叫陳戴文 那就是陳戴文 你都要傳給你的領事館 你老公的護照 剛才也說了 還有他公民身份的證明 因為你老公是美國公民 才可以申請你過來 如果你是K-1 visa 所以你一定要 把你老公的公民的身份 還有他公民的證明 就是他申請公民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證明 他在這裡上班 如果他沒有的話 那就很糟糕了 還有他的Pay Stub 就是他工作的Pay Slip 我們叫做 每年或者每個月 他定期會傳給你老公的時候 你都要再檢查給政府 證明他真的有工作 他會很清楚聯名 每個月的收入是多少 除了這件事之後 還有Test Return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要付錢 那個就可以了 Test Return 你就看看會不會 拿回香港那個 給他 但這個文件要多久呢 就是要三年內 例如你賺錢 在這間公司做了十年 他不是要捉你十年 你只要申請由你那一刻 開始三年 例如你是2020年申請的 2018、2019和2020 這三年 還有就是你結婚的證書 結婚後 法庭會發出你結婚證書 否則證明不到你結婚 你就很難去申請這個綠卡主管身份 最後就是relationship的photos 如果你說 美國住香港領事館 我已經給了領事館看 為什麼還要呢 因為呢 我都說 因為他們是兩個separate 你在香港過了關 你還要過美國這一關的領事館 所以 來到美國領事館 你申請的時候 你都要不斷地儲照 你都要scan回給 例如你進來美國 除非美國那個州份 是不讓你出街 不讓你到處玩 導致你不能一起拍照 正常許可之下 都要你兩個人一起拍照 我都提醒大家 你拍完照之後 要留一個hard copy 盡可能就不是一些soft copy 你說soft copy 可不可以scan給你 都可以的 但為什麼我說hard copy 因為到時候 領事館你面試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要求你 給一些證明他們 你這年去了哪裡玩 你可不可以展示一些相片 你都要有hard copy 對 就是這樣 以上就是我和我老公 結婚之後 申請轉換綠卡身份的文件 是不是很多呢 連舊文件 之前交過的都要再重交 所有的文件 我們都是交給律師去處理的 大部分有些資料 或者是龜填的名字 如果律師沒有的話 其實我就必須自己填的 我都再三次提醒 就是再一次提醒 不要去寫漏資料 或者寫錯了 因為寫錯了 就很難去更改 或者你知道 疫情之下領事館開放的時間 是真的很飄乎的特別 疫情很嚴峻 所以你趁有空的時候就寫 我現在就剩下一點時間 都很想和大家分享 有網友或者有朋友問 究竟我請不請律師好呢 這也是純粹我個人意見 如果你老公是經常上班 好像我老公那樣 由早到晚上 晚上回來已經很累了 又要去填寫很多文件 大家有很多東西的話 我建議你們真的請回律師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首先這些所有資料是用英文填寫 如果你本身你的英文底 不買得很好的時候 你一填錯了資料 你就會很敏陣 或者你 skip了一些東西 你不知道哪些資料要填漏 或者要再補交 第二就是語言上面 你是不是有能力去明白所有的翻譯 如果你不明白 你填錯錯一份資料 很多東西就要再補交 再補交 變成你申請六卡的過程 就會拖慢了 第三 考慮你自己的經濟能力 因為付錢出去請律師 都不是說很貴 不是說很便宜 就是你壓科得起的 你就去吧 我不是說壓不壓科得起 而是我們不想煩 我們不想理 因為填這些資料 都需要很花時間 如果你們有信心搞好 你就去自己填 基於這三種原因 你們自己可以去決定 究竟請不請律師 那你說我請哪些律師 我覺得就是你自己老公 找回當地雙屬的律師 因為網上那邊 例如YouTube那些 多數都是 因為不同的州份 他給予不同 雖然他們大陸法律上是一致的 但是很多時候 申請的過程和程序 是按照不同的州份 你去決定的 即是說 費城申請的程序 和紐約或者紐爵士 申請的程序 或者時間有多長呢 不可以compare 因為都要看看申請人數 有多少 有多少人排隊 就不會代表所有人 所以我也是建議 如果你要請律師的話 你也是找回自己當地的律師 上網那些律師 或者其他人說話 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是純屬一個個人的參考 除非你跟我一樣 都是在廢城這裡申請 否則的話 你們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時間性有多長 特別如果多華人申請的地方居住 那些就比較麻煩 因為可能申請的時間會相對地久 還有看看他們那個州份 疫情有多大 基於這幾種原因 都會影響了你申請錄卡 那個時間的程序 所以我也是奉勸大家 我也是一個過難的身份 純粹是在這裡分享 我不是代表律師的 不過我也很感謝我的律師 很盡責地幫我申請 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問 我都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我都歡迎你可以欣賞一下我的影片 記得CLS就是 comment like and share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的動力 繼續去做好些片 今集說它是最後一次說 申請疑問的情況 因為我申請的內容 暫時都告一段落 我都會日後再分享多一點 來到美國生活 關於天氣文化所有東西 都可以足保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每星期的片段 那好吧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